我这个国行的PS5 买了还不到一个星期中招了 不开机 后面电源线和HDMI线都是连着的 上礼拜五收到的礼拜六做的开箱 今天是礼拜几 今天是星期二 昨天还用得好好的 今天就出了问题 我开始 目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 拔掉电源线 让它静置一会 静置一会以后就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如果再玩一会的话 它还会自动关机 开始我问说后 说后说的是因为热导致的关机 他说后面左边右边都要有10厘米的空间 但是我也照做了 但是还是会死机 死机之后重新启动 它会 有一个界面 叫重新是什么一个东西 然后再报一个界面 说是 非正常关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难道等的时间还不够 再等一下 我这是从抖音 Playstation的官方几电店购买的 它有一个七天无理由 但是那是开箱之前可以七天无理由 你要拆箱了 是不能七天无理由的 但是如果你的机器坏了 像我这种 有可能是中招了 七天之内 它是可以退的 15天之内 它是可以换的 但是得去它的那种检测点 他们认证的检测点去检测 北京这边西志门有一家 明天打电话问一下 或者给它直接发回去 发到上海 但是要等15天检测 检测出报告之后 才可以换货或者退货 如果换货的话 可能还会遇到没有货的情况 还需要等 这都是未知数 再试一下 可以了 我现在要做的是 要给它备份 它这声音应该是光驱的声音 直接又死了 这次死得更快 估计是哪里出了比较严重的问题 备份都不能备份 还好这个盘退出来 我现在把电插板的电给拔了 彻底断电 我怀疑可能是电源相关的问题 好 说一下备份 备份有两个要注意的 一个是港幅的备份 因为我这个机器里面有数据 有记录 据说是可以通过USB设备 给备份出去的 还有一个是存档备份 存档备份好像也可以备份出去 我从PS4往PS5备份的时候 好像只有五个G 32G的U盘是OK的 另外还有一个是PSN 云端备份 也可以备份存档 再试一下 还好买的是国航 有两年质保 但是这机器也太脆弱了 发布已经一年多了 像这种初级 低级问题 应该早就修复了才对 这个上礼拜六 跟礼拜天 还有礼拜一 我们都玩了 玩两个小时都没问题 还不行 好 今天晚上先这样吧 明天再说 要看着 我们就看着 这边 我们就看着